今天立冬啊,我们都夹衣服 这个南方还是有秋意的 但是这个季节来了呢 随之而后的 当看到树叶黄了 很多东西我们就要提前做准备了 一经空挂不是讲铝双煎冰制吗 当你踩到霜的时候 当秋天的时候就知道冬天这个冰要来了 那立冬的三个这个务后呢 刚好就是这样 首先是从水开始 我们指天地人,精气神 其实天跟地之后 这个水,因为道讲这个有天观 地观,水观 水观是最后一个 那这些东西来了呢 水先感知得到 那水是结冰 然后这个地止动 然后这就中五天 最后五天呢 因为第一个节气十五天嘛 当然不是准确的 有的时候是十四天多 有的时候十六天多 然后如果都是五天 那是三百六十天 它这个有近日点远日点 我们现在能谈测得到 知道 最后就是 这个鸟啊 入大海为蛇 蛇就是那个蛇虫啊 那些地底下的东西 浮藏的东西 就是落到地下 甚至马上就要钻进去 冬眠了嘛 蛇虫出来的时候 那就是出冬眠 所以这个时候 那这个二十四节气啊 对应的人 第一个 人首先把我们这个肉身 要保养好 所以这个对于养生 是第一有意义的 那其次呢 就是我们除了物质之外 其实更高尚的 人身体这不是工具嘛 就是精神 情怀的陶冶 看到自然界 花鸟鱼虫 这些物货 自然界的这些现象 给我们以心灵的 一个洗涤 同时呢 更大的就是说 这些都是外在的嘛 对我们是产生一定作用 那天地呢 也会不断的 我们输送这个 不同时候的 不同的能量 可以说这个节气啊 它是无处不在 无处不用的 只是我们体位到 这些细节很少 体位到应用的地方很少 我们立冬 第一个习俗呢 就是吃饺子 因为中国人的习惯 很多节气都吃饺子 吃饺子 吃饺子 尤其过年那段时间 每天都吃 当然有的时候吃面 那这个 焦紫嘛 真正到冬至的时候 叫焦紫月 但这个就提前了 反正冬天已经来了 然后我们说最实际的养生来说 第一重要的就是早睡觉 因为天是天补是在气 我们人活一口气 又用这个 地补呢 是在眠 睡觉 这个是其次 最后才是这个水的食物 现在我们它也强调吃了 吃吃吃吃吃 那吃的比猪饱 不如睡的比猪好 是吧 我们《黄金内经》也讲 这个一年四季啊 都是要 要么早睡早起 要么到夏天就早睡晚起 唯独冬天 是早睡晚起 人的睡眠时间呢 也可以说是一年当中 一天当中是 大概六到八小时 有的小孩子可能到九个十个小时 人是这样 那真正成人呢 一般也就是 如果是八小时 那就是三分之一 其实很多人睡不到 也就不到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 基本上是冬天 或者是秋末 或者是春初 这段时间 你只要养好了 你这个身体 这个地步 可以说补齐了 一定要睡好 所以呢 九点之前 还是人定的时候 最晚 九点多十点 因为冬天嘛 要提早 夏天的话 最晚也要十一点 现在人几乎没有人 我们就应该回去